大家好,这节课咱们就一起来学习LowRunner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基本功能,参数化 那么首先当然是需要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参数化这个功能 它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在讲参数化之前,咱们简单来回顾一下 关于我们测试用力设计里边的一些基础方法 在测试用力设计的时候,我们通常对于有输入的地方 有输入的这种操作,我们一般都会使用这个等价类,边界值 这样的一些基础的测试用力设计方法 这是应该说是女士不爽的两个最常用的测试用力设计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测试用力设计方法 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确保有输入的地方 那么我们不会遗漏 不会遗漏掉一些可能的一些边界或者说一些异常的情况 确保咱们的这个测试是完整的 这也是我们需要用等价类边界值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来进行测试用力的设计 所以对于测试用力设计这个角度来说 咱们讲,我们呢其实就需要去输入不同的一些这个值 长的短的,正确的,不正确的,正常的,不正常的 或者说呢,专门去输入一些,比方说像CQ注入,输入一些特殊符号等等 这些呢其实都是为了确保,让我们的代码呢 能够对于不同的输入呢都能够正常的去处理它 这是从测试用力设计的角度来说 我们也对于输入的地方的一个基本的操作方式 那么参数化呢,事实上它有点类似于 咱们对于一个应用系统里边的一个输入 对于输入值,咱们呢需要去取,或者说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一些值 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用户登录 用户登录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来说 我们要测试用力设计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去设计正确的用户名,不正确的用户名 甚至呢一些SIFO注入的一些语句 包括呢,这个,超出了用户名长度啊等等 那么我们都需要去做很多这样的一些输入 但是在性能测试里边,这个参数化呢 它虽然也是用来解决输入啊 这些是不同的一些输入值的 但是它的目的啊,跟测试用力设计方法里边的这些输入 它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对于性能测试来说 参数化啊,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需要使用参数化这个功能去最核心的目的 就是为了模拟真实场景 因为测试用力设计方法其实是用来测试它的功能的 我们性能测试其实更多的考虑呢 其实不需要去关注它的功能怎么样了 因为这在其他类型的测试当中已经关注到了 我们的最核心的目的 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模拟出用户来 然后呢,来检验这个系统的一些性能指标怎么样 那么对于参数化这个功能来说 我们设计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模拟真实场景 前面也给大家讲过 模拟真实场景在性能测试里边是最重要的 也是呢,最难的 需要我们很多的经验积累才能够真正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方案 来模拟出来真实的情况下用户的一些场景 那么参数化呢,它的目的也是为了去模拟这样的一种场景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其实用参数化的时候并不需要去考虑等价率边界值 我们的输入都是正常的 比方说举个例子,对用户登录来说 我们呢,输入的都是正确的用户名,正确的密码 那为什么我们都是用户,正确的用户名,正确的密码还需要不同的输入呢? 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这个场景它更加的真实 因为在真实的这个用户使用系统的时候 每一个用户,它的用户名和密码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测的时候也需要模拟这样的情况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 咱们的这个性能词词才能说相对比较完整,比较完善 这种性能词词方案才是可行的 如果我们不需要使用参数化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我们可能整个性能词试的实施的过程当中 无论并发多少用户,无论运行多少时间 都是只有一个用户在登录 那么这个时候从场景的真实性来说 肯定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要求 但是从后台,我们讲从后台的一个角度 从服务器端的角度呢,其实这种情况呢也是不允许的 比方说,我们如果是同一个用户登录 那么很多时候呢,一些CQEG的运行 它都是针对同样的一个用户 它呢,会把同样的运行过的这些CQEG给缓存起来 甚至取数据库里面取的数据呢 也就是取一次 那么后边的呢,就直接取缓存当中去读取就行了 它会减少对数据库的绑问 那么这样呢,毫无疑问呢,会加速系统的性能 而真实的情况不可能是这样 所以从,无论是从这个场景的设计 还是说从我们服务器端的这个真实情况考虑 我们呢,都需要去使用参数化 模拟不同的用户的输入 这是用户登录的这种情况 那么还有的话呢 比方说我们用户发帖 我们不可能有始至终都只发一个帖子 我们一定是不同的用户呢 他发帖的内容长短其实都不一样的 所以不单单只是说这个内容本身 它其实有长有短 比方说有的用户呢 他会长篇大乱发一个帖子 那毫无疑问 这个Post的请求里边的正文 它就会很大 而有的用户发帖的话呢 可能就是一个字顶 那这也是一个帖子 只有一个字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参数化的这种方式 来模拟用户 不同的用户发帖的这种行为 诸如此类的 其实都是通过参数化这个功能来解决的 后边的其他的例子呢 咱们就不再更多的去给它列举 我相信大家能够去扩张 最重要的一定要理解 参数化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解决了参数化的这个基本的目的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在view镜里边呢 来给它做一个演示 看看具体在lowrunner里边啊 怎么来使用参数化这个功能 我们呢切到view镜 打开我们上节课呢 给它录制的一些脚本 好 我们看到啊 这边有135个脚本 那么X型5呢 现在是可以被调用的啊 因为它是高亮显示的 其他几个X型都不会被调用 好 我们就在X型这个上面来 基于我们刚才的登录和发帖的这两个功能来 给它进行一个参数化 比方说我们对于登录来说 我们要参数化的呢 其实就是用户名和密码 我们呢可以在这儿设计 不同的用户名啊 不同的密码 然后的话呢 这样可以尽可能的模拟啊 真实的情况 但是这边只是为了给大家演示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用户名和密码 我们呢就给大家设计啊 五个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用户名来说 我们要能够成功的实现登录 在这边我们可以做参数化操作 那么在正式参数化之前 我们还需要在这个PHP window的这个系统里边 确保这五个用户是的确是可以正常登录的 所以我们呢先要去注册五个用户 那么我呢这个系统里边已经默认给大家注册了 一批用户 那都是LRuser 1开头 1到50 密码呢 统一都是12356 我们先确认一个 看能否正常登录 LRuser 从10开始试一试啊 没有问题 从LRuser10到LRuser50 那么已经注册了一批用户 当然这个用户要注册很多用户怎么办呢 肯定啊 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学过了 怎么去发送POSE的请求 这样的一些技术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就不要再去手工的去实现注册了 直接发送POSE的请求 给一批用户实现注册 一个循环就可以搞定 用LRuser可以搞定 用加法的代码也同样可以搞定的 我们一定把以前所学的这些知识给用起来 好 我们现在已经注册好了以后呢 在这边就可以来参数化了 那么怎么做参数化呢 首先我们肯定要明确 我们到底要参数化什么东西 那这边呢 我们主要参数化的就是用户名和密码 那明确了目的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去 在Lowrunner里边去 把这个参数列表给建起来 那么参数列表呢 是在这边 工具栏里边 有个小P的这一个图标 那么这个呢 就叫打开参数列表 那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个参数列表 把我们需要输入给 这个参数的值呢 给输入进去就可以了 在这儿可以打开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是在这个Vuser菜单底下 有一个Parameter List 也可以打开参数列表 好 打开完了以后 我们呢 就需要去新建一个参数 这边呢 是参数的名称 那么我们可以随便起 用户名的话啊 建议尽量起的标准一点 比方说就叫UderName 好 那么Password呢 咱们就叫Password 好 我们切到UderName这个参数来看 看看右边的一些选项 那这是我们呢 需要详细去学习的东西 这边有一个参数类型 File 这个参数类型是表示 是一个文件型的参数 什么意思 所谓文件型的参数呢 是指我们的这个参数里边的值 它会被保存到一个文件当中 那这个文件的保存的路径呢 就是在这个默认的 它的参数这个脚本的目录底下 然后呢 会以DAT的这个 后缀名作为参数的一个结尾 但事实上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文本文件 只不过呢 把后缀名重命名了一下 我们完全可以用记事本 打开这个参数文件的 那么这下边我们输入的值 它都会保存到这个文件当中 好 在这边呢 我们就来输入值 默认呢 它会给我们输入了一行 但是里边只是空的 我们现在输入 比方说就输入 我们add一行啊 那么输入LRuser1 10 好 那么再三增加一行 LRuser11 但这样呢 其实你会感觉到稍微比较慢 因为呢我要一行一行 增加一行要点一下按钮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讲过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文本文件 所以在这边呢 LRinger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直接用记事本来编辑它 这个时候记事本打开的呢 就是这个username.dat的这个参数文件 我们呢在这边直接输就行了 这样呢 速度会快很多 好 输完最后一行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 最后一行一定确保有一个换行符 否则的话呢 它就没有办法完整的读取到前面五个参数 如果这边没有换行符 它只会读取到前面四个参数 这也算它一个小小的一个bug 好 我们呢 确保换 关闭 保存 这样呢 我们的参数呢 就一次性的输入了五个指 十个指 二十个指 当然这边呢 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如果我们输入的指特别特别多 比方说我们要从LRU的10 一直输到LRU的1万 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手工的这么敲 肯定也是麻烦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使用Excel的这个功能 直接顺序拖动 那如果是这种 后边是顺序编号的话 直接在Excel里边 顺序拖动到1万 第1万的话 然后呢 再把里边的指 考到记事本里边来 这是最快的一种方式 好 这样呢 我们这个参数文件 相当于就 直就已经编辑好了 那么 后下边的参数呢 简单理解一下 第一个 select column 选择列的方式 当然这边只有一列 所以我们呢 无论用哪种方式 它只会有一列 我们一个参数文件 其实里边还可以有多类 比方说这边 咱们把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你看 它默认又会新建一个参数文件 咱们呢 让 password这个参数 也同样使用username这个参数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参数文件里边 再去新增加一列 叫做password 这样也是可以 并不是说每个参数只能对应一个参数文件 多个参数是可以共用一个参数文件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再去增加列就行了 好 增加完列了以后 我们继续编辑它的值 123456 由于这几个账号的密码 默认都是1356 所以我们直接输就行了 所以我们直接输就行了 好 复制粘贴 输完了以后 我们打开记事本可以再来看一看 事实上这边呢 它每一列会用逗号进行分割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csv的逗号分割符的文件 那么这样呢 读取出来就是每一列 好 这个时候如果有两列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对于username这个参数 我们要选择哪一列呢 毫无疑问 肯定是选择第一列而不是第二列 或者说呢 通过名称来选择列 选择username还是password这一列 我们选择username 这是选择列的方式 那么文件的格式 默认的是common 通过space空格进行分割 这边没必要去修改 除非是我们读取到一个外部的参数文件 它不是使用这个逗号进行分割的 使用别的这个符号 那么我们这边呢 可以针对型的去修改一下 这边呢 有一个选项 first data lab 第一行数据的这个起始行 就是比方说如果我们设为1 它相对于取参数的时候 它会从第一行开始取 如果我们设成3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从第三行开始取 然后我们注意看 它现在从liu的12 开始读取这个词 这个呢 完全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去修改 好 再往下 select next row 选择下一行的方式 这边呢 rollrunner为我们提供了四种方式 第一种叫sequential 顺序的选择 如果默认都是sequential 顺序的选择意味着 我第一次运行 读取了这个词以后 第二次运行 会读取下一个词 第三次会读取下一个 第四次读取下一个 第五次读取 那第六次的话呢 又会循环回去读取 它会一直这样循环 顺序的读取 这是按顺序取得下一行词的一个方式 第二种呢 叫runner 那就是随机的取值 第一次可能取得这个 第二次可能取得这个 第三次取得这个 完全没有规律 没有规律的随机取值 当然为了模拟真实场景 其实这种runner 没有规律的随机取值呢 是更能够模拟真实的情况的 但我们推荐大家 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下 就使用默认的sequential就好 那么第三个是unique unique呢 叫做唯一性的参数取值 比方说 在一个性能测试的执行过程当中 我们某一个虚拟用户 已经取了这个值了 那么这个值呢 就不能被其他虚拟用户 再重新夺取 它一个值只能被 只能取一次 也没有办法循环的去重复利用 这就是确保 唯一性参数的一种方式 那这种呢 也是在我们很多 性能测试场景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 比方说我们要做 做一笔业务 那这笔业务呢 比方说举个例子 我们使用我们的身份证号码 去登记一个 一个 什么 比方说做一笔交易也好 或者说登记一个挂式也好等等 任何一样的业务 那么 比方说它会限制你同一个时间段里面 只能 你这个号码只能够操作一次 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进行性能测试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确保这个参数的值 比方说身份证号码或者电话号码 或者任何一个什么样的值 它一定是只能被调用一次 如果再调用第二次 其实这个业务是没有办法成功执行的 那么也就失去了我们进行性能测试的意义了 而且测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准确的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我们需要确保它是唯一的这种参数类型 只能被取一次值 取完就不能再使用了 那当然了这个对参数的数量的要求也会更高 比方说我们去并发很多人去测试的时候 那么假设我们并发了500个人 每一个人运行了50次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为它准备25000的参数 这样才能确保每一次运行都能取得一个唯一的值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 那么第四种是叫做SIMLA-S 这个什么意思 跟某一个参数同行 翻译过来就是这样 那比方说我们这边 UserName 那么是取的第一列 Password呢 我们取 可以按什么方式来取呢 我们可以使用 这个SIMLA-S 在UserName这边使用SIMLA-S Password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Password 这个UserName这个参数参考了Password的数据文件呢 那么在Password这边它就可以直接有SIMLA-S 就是Name它是互相引用的相当于保持同一行 所以我们在这就可以看到它有这样一个 选择下一行的方式 SIMLA-S Password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户名选了一行 对应的密码也选了一行 或者说密码选了一行 用户名对应的也是那一行 对于我们这边来说 它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使用价值 因为密码都是一样的 但是 某些情况下我们的密码 用户名和密码可能都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情况下 比方说这边654321 那这边怎么办呢 当我取这一行 一定要确保它取的是对应的那一行 这样才可以确保用户名和密码来是配对的 那么这个SIMLA-S 作用就是这个 SIMLA-S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参数 必须使用的是同一个 这个参数文件 那才可以进行SIMLA-S的这种操作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参数 关于select next row的一个基本功能的介绍 下一个update value on 那么是指在什么情况下 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参数取值 有三种 第一种叫一起iteration 每一次运行 那么比方说我们这边 咱们后边的这一个x 运行完一轮 它就叫一次iteration 中文翻译过来叫迭代 运行完一次x 调用过一次x 那就是一个iteration 好 那么也就是我们每调用一次这个x 那么它的参数值呢就会 按照下一行取值的方式进行更新 到下一行 那就取下一行 到下一行 再取下一行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做each occurrence 每一次出现 那每一次出现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在这边我们取了一次值 这边取了一个参数 那么在后边某一个地方 我们又取了一次参数 同样的一个参数 又取了它一次值 那这个时候按照each occurrence的理解就是 每一次这个参数的取值的时候 它都会修改值 如果是按照each iteration的话 这边这个值 这边取了一个参数 假设叫做username 这么一个参数 好 这边呢在某个地方 假设这儿啊 我随便找一个地方 又取了一个username 好 我们看到啊 这参数那边 里边有的参数名称 会直接使用这个粉红色来显示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这个参数 在一个同一个x型当中 被调用了两次 如果我们的参数更新值的方式 选择的是each occurrence的话呢 那么他们每一次取值 它的值都会 这个更新到下一个值 而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选择使用 这个each iteration 那么每一次调用x型 它才会更新一次值 那这个时候 这两次的值呢 它都会是一样的 后边我们再做个实验 再来继续验证这个功能 好 还有一种呢叫做once once的话呢 就没有太多实际力了 就是这个值就取一次 就只取一次 下一次都不变 取的是什么值 那下一次还是什么值 都是同样的一个值 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 具体的价值 所以呢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后边呢 我们会做实验 来一一验证这些选项 包括 还有这个unique 相对来说 理解起来呢 更复杂一点 因为它的选项更多 好 这是我们的关于参数列表里边的 什么新建参数 和一个参数的选项的一个 基本的介绍 那么现在我们建好了 user name和password 这个参数了以后呢 比方说我这边啊 就故意设一个不正确的 用户密合密码 我们把它设在中间位置 这样毫无疑问登录 肯定会失败 那我们正好呢 来验证一下这个参数取值的 一个情况 这是故意设置 在正式实施性能设置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这样 那这边只是学习的时候使用 好 那么我们现在创建好了参数 也了解了一些选项 以后现在呢 先保持这些选项的默认 我们就在这个脚本里边 具体来使用这个参数 在这边调用参数取值的方式 有两种 第一种呢 是直接手写 比方说我刚才 把以前的原始值daily 换成了我的新的参数表 这个参数 那么参数的话呢 在这种双引号的制度传里边 我们呢 必须要使用大口号 把它给包含起来 它才会认为 lowrunner才会知道 这是一个参数 如果把这个大口号去掉了以后 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 支付串了 相当于我们的username 我们的这个pwuser 这个pose的制度上的值 就等于username这个支付串 而不是username这个参数对应的值 所以必须要加大口号给包含起来 同样的password这边也是一样 那么一种是手写 还有一种呢 我们选择这个值 然后呢 选择replace with parameter 用参数替换 那我们直接呢 浏览到我们新建的参数password 点击d 这样呢也是可以的 这样呢 还能够避免我们在手写的时候 写错的情况 好 那么现在我们呢 相当于在代码当中 就直接调用了参数了 但是我们这边参数列表里边 有五个参数 而我们这边呢 我们其实只运行了一次 那运行一次它只会取到第一个值 对于我们调试来说呢 也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就 在这个runtime setting 足以在这个运行时的设置里边 有一个run logic 我们呢 把这个number of iterations 把1修改成5 这样就可以确保 这个action5呢 就会被调用5次 点确定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相当于我们就会运行5次 那我们就来检验一下 这5次取得的参数 它的这个值是否都在变化 那么我们去参数的方式呢 选择使用的是标准的顺序的取值 并且每一次迭代取一次值 那么5次迭代呢 这边啊 正好让logic里边运行了5次 调用了5次的形 就意味着是5次迭代 5次迭代 咱们正好呢 就可以把这5个参数值给取完 那我们现在呢 来运行一下 那后边的发帖呢 我们暂时先这个注释调 又使用Ctrl加Alt加C 直接批量注释这一段代码 我们现在只来关注登录的这一个操作 好 来运行看看是否能运行5次 每一次取得参数的值都不一样 好 我们看到运行了的确运行了5次啊 最后一次 Iteration5结束 好 运行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运行结果怎么样 那么进入View 选择TestResult 查看一下我们运行时候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 这边有5次迭代 我们看到了 每一次迭代呢 会对应的一个测试结果 注意啊 咱们这个TestResult里边的结果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截图 这边我们看到这些值都 就是正儿八经的一个页面响应的内容 这个测试结果里边的 它其实也是 就是相当于Lowrunder 内置了一个浏览器 一个简单的浏览器 对这个响应呢 进行了一个解析和渲染 跟我们看到的网页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第一次迭代呢 密码错误 第二次迭代 密码错误 为什么密码全部都错误啊 这边呢全部出错 没有登录成功 我们来确认一下 是否是参数密码没有输对的原因 Lowruser10 用密码123456 确认一下 到这个 接句beam的里边 来确认一下 Lowruser10 密码123456 好 没有问题 Lowr11再确认一下 1 123456 好 有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得看看代码肯定是哪里出错了 那这个调试的时候咱们一定要仔细一点 Lowruser10 Lowruser10 Lowruser等于 Lowruser等于 Lowruser 这个 Lowruser name 这个参数 然后的话呢 参数使用的是 我们来看看 password 原来是这边出问题了 参数 Lowruser name 取的是 Lowruser name 这一列 但是我们的password 这个参数呢 它取的不是password 这一列 而取的是第一列 也就是user name 所以我们把它修改成第二列 或者呢 通过名称的方式 更明确 修改成password 这是因为这个密码这个参数 取的列不对 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 大家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多少都会遇到一些 一些这种小问题 那所以呢 仔细一点去检查 心里不要慌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呢 再来运行一遍 好 五次运行完了以后 我们同样来看一看测试结果 好 我们看看第一次运行 登录成功 Lowuser 10 没有问题 第二次呢 使用的是Lowuser 11 登录 第三次 我们故意设错了 所以来看看 Lowuser 12 应该是登录失败的 没有问题 第四次Lowuser 13 登录成功 OK 所以呢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达到 每一次运行呢 它都调用了不同的一个 用户名和密码来进行登录 实现了一个参数化的一个 基本的功能 好 那么对于参数化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认识呢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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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